第六百八十九集 好在也不是真的没人在意的 很快有几个年纪不大的小孩子 跑了过来 一脸崇拜道 胖 超哥 你太够义气了 是啊超哥 我们都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讲义气 以后我们不喊你胖子了 超哥 你胆子好大 好厉害 换成我们 根本不敢在五王他们面前出头的 蒋超此刻也站了起来 笑道 没什么 朋友嘛 不能看着他们出事吧 对大家 我也一样 说着 蒋超环顾一圈 笑呵呵道 见笑了 见笑了 刚刚没忍住 算了吧 算了吧 说吧 蒋超跑得飞快 不管了 反正这个人情他卖了 方平他们不收都不行 半空中 方平几人被张涛带着一起飞行 张涛迅速道 不管万元店是谁的 咬死了是你们的 姚承军 待会儿要是有可能 隔空遥控万元店抖一抖 记住了吗 姚承军点头 其他的 不用你们说 就这样 不许多话 张涛说完了这个 方平以为已经结束了 却不想 下一刻 耳边传来张涛的声音 回头你让姚承军 去复生舞者那边一趟 记住了 对复生舞者就一句话 以后要进万元店 必须要参战 这些家伙 游山玩水的都忘了自己是舞者了 三位八品 九位七品 都在这养老呢 镇兴城都快把他们养成猪了 告诉他们 再想进万元店 必须要参战 可是 他们有些人领悟了本元 那不重要 万元店不只是本元的计方处 还是他们的家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里 他们已经很难割舍 包括外界的一些复生舞者 时常也会回来 总之 万元店代表了六位八品 二十八位七品 数十中品舞者战力 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 现在好了 最少得给我出了一半 全都给我参战去 当然 方氏要柔和一些 你不是能忽悠吗 手段柔和一些 让他们主动参战 方平辩驳道 我从不忽悠人 你再说一次 方平刚想再说 发现居然没办法开口了 顿时暗骂一阵 老张真够缺德的 片刻后 众人再次回到了议事大厅 战王已经高坐青铜王座之上 一旁 李震也坐在宝座上 虽然他辈分低 可他代表军部 也是绝点中的强者 不会坐在战王下方的 张涛一进门 也是当仁不让 找了个宝座坐了下来 方平几人则是站着 等了一会儿 这一次 不止之前的九家代表 来了十二位强者 除了杨家的杨晶晶 其他各家都来人了 杨家虽然还在十三家行列 可连高品镜都没了 有些事尽管不说 也没资格再参与其中了 人到齐了 李震开口道 都坐吧 他一开口 方平众人才分立两座坐下 哪怕人群中 李家的那位老者 和李震还是堂兄弟 而且年纪比李震 还要大几岁 此刻依旧是等 绝颠开口才落座 李震说完 张涛看向姚成军 笑了笑道 有些让我意外 万元殿居然是你的 最深处的三座宫殿 有感应到属于你的本源吗 姚成军看了张涛一眼 低头道 感应到了 其中一座宫殿 有感应 张涛笑着点头 一副如此可教的姿态 又道 可曾考虑过 参务本源 暂时还没有 这个也不急 到了八九品都不吃 万元殿既然在那 东西也飞不了 湛王有些不耐烦道 好了 不管有没有 万元殿 不会让你们带走的 张涛 你要是不服气 那就找李家老鬼谈 前辈此话和解 张涛笑道 原本万元殿无主 那万元殿 是诸位前辈带来的 自然归镇兴成 可万元殿既然有主 不管是为了 更好地利用万元殿 还是为了物归原主 是不是该还给姚成军了 湛王瞥了他一眼 痴笑道 你去玉海山 找李家老鬼说 跟我说没用 我也懒得搏制你 何况 一切都是片面之词 就算真的是姚成军 那也不是现在的他 等他恢复了记忆 重归那等境界 再来讨要 湛王前辈 这是不讲理了 对 不准备讲理 张涛一时无言 遇到不讲理的 我该怎么办 再次扫了姚成军一眼 来 抖一抖万元殿 让他们看看 姚成军尝试了一下 微微摇头 做不到 距离太远了 张涛有些遗憾 不然抖一抖 吓唬一下他们也是好的呀 既然行不通 张涛又到 那前辈的意思是 哪怕任由万元殿荒废 破半 也不会交给姚成军去支掌了 不错 湛王直言不讳道 这玩意儿当年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这些年 在哪些附身无者身上投入也不少 而且还指望着有些收获 现在什么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当然不行 还有 给了姚成军 他就能利用好 张涛轻笑道 可毕竟是姚成军的 借用给朕兴臣还行 前辈就这么拿走了 是不是不合适 一旁里朕也不想听这么多 净直道 有些事纠缠下去没意义 张涛 说出你的要求吧 张涛笑道 我的要求 我能有什么要求 万元殿又不是我的 姚成军 你有什么要求 万元殿振兴城这边还有用 恐怕暂时收不回去了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一切全凭部长做主 我做主 张涛笑道 我做主 未必能达到你的预期 当然 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你可以继续提 我的意见 你做个参考就行 这话一出 众人谁还不懂他的意思 张涛就没想拿走万元殿 就是要借机敲竹杠来了 战王也不多说 闭眼和睦道 你说 紫禁之战 紫禁之战 即将开启 振兴城出 陈 沈 李 三家 再出三位九品 主战 战王 微微凝眉 半上开口道 老夫代表不了 其他各家 元华会出战 下方 蒋元华 微微攻身 示意会参战 张涛 微微挑眉 想了想到 其他两位 不管是谁 可以不去紫禁地窟 但是 需要让两位九品坐镇 一窟一段时日 我们会抽掉两库九品参战 可 战王直接应诺 这事他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其他高品镜 再出二十 战王宁眉 陈兴道 王战之地 才是镇形成的主要战场 抽掉人手过多 王战之地会出问题 你们想灭掉一窟 老夫可以理解 可王战之地人少了的话 张涛淡笑道 无妨 将方平几人 丢入王战之地 回头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接人即可 为何不让方平几人 进入紫禁地窟 战王一脸不满 张涛笑道 紫禁地窟 要以吻为主 王战之地也需要吻 方平无语 这时候的方平很郁闷 啥意思 你们啥意思 我这是被嫌弃了 老张宁愿 从镇形成这边调人 都没说让自己去紫禁地窟 顺带着还要丢自己 去王战之地填这个窟窿 老张和自己 真的是一伙的吗 上方 战王和张涛还在谈 谈来谈去 战王不要方平他们去王战之地 坚决不同意 张涛略显遗憾 降低了要求 镇形成出动七八品 十人助战即可 战王爽快地答应了 至于这减少的十人窟窿怎么补 再说 反正不许方平他们去 要不然原本没事 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反应 让镇形成其他人都栽在了王战之地 方平几人听了一会儿 也听懂了 张涛其实也不是在敲竹杠 资源什么的 他都没提 也没要 就是要让镇形成抽调不少强者去助战 这比资源什么的更重要 平时 镇形成的人除了陈 沈 李 三家 其他九家的人 一般不怎么会去外域的 而是去王战之地 紫禁地窟一战 不出意外 镇形成大概也不会出动人嘛 现在借着这由头 拉来三位九品 十位七八品 算是超出预期了 下一刻 下方的方平看了一眼张涛 忽然有些不是滋味 武王 武王再抢 那也只是他一人抢 明王 武王 这两位决颠再加上两大镇首使 总共四位决颠是属于官方的决颠 可真正属于平民阶层出身的 和镇形成无关的 其实就张涛一人 李震这个人方平不了解 也不是太懂 可张涛 方平自认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这位不着调的武王 恐怕也是决颠当中唯一一位 将所有人生死放在心中的决颠 至于李震 有些难说 也许和张涛差不多 也许会差一些 张涛很不要脸 不要脸到了天天找方平要资源 不要脸到了 进一趟地窟 非要撞死几个人 连地窟的决颠都在笑话他 堂堂真王级强者 干这种事 不嫌丢人 对真王级强者而言 七品就是蝼蚁 你撞死了几个 脏了自己的身 不要脸的武王 方平心中喃喃一声 绝颠不在乎面皮了 可张涛自己 真的得到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武王 和我一样 都没有私心 一心只为了人类 只为了其他人 这一刻 方平心中感慨万千 我很幸运 我出自武大 我很荣幸 认识了这样的绝颠 同样的 我也很自豪 我能和武王并立 教育部长 就该自己接班 继续发扬一心未功的大意 医师大厅中 张涛还在谈 谈着谈着 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余光看了一眼方平 见这小子一脸 如目地盯着自己 老张忽然有些不寒而栗 我一个绝颠境 不寒而栗 这小子现在在想什么 张涛在看方平 湛王爷扫了他一眼 忽然淡笑道 方平 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说便是 老夫对你 也有一些了解 是个人物 想说什么 那就说出来 让老夫听听 方平满脸堆笑道 小子哪有什么话要说 说 湛王哼了一声 一脸不善地看着方平 你小子的目光 让老夫有些不太爽 方平尴尬道 那个 方平无奈 我又没想说话 你非要让我说干嘛 既然您老人家要我说 那我就说了 方平起身 也没继续坐着 面带笑容道 我就是有一事不解 湛王前辈 对镇兴成 说实话 我除了对绝颠境的老祖们 有敬意 其他人 可能欠缺一些 这话一出 下方十二家家主脸色微动 方平继续道 我一直不明白 真兴成强者这么多 高品五六十 如果加上附身五者 高品恐怕接近八十人 这么多高品强者 为何一直死磕王站之地 王站之地的胜利与否 真的比外遇的胜利更重要吗 还是您这些人觉得 外遇根本无足轻重 禁区才是最重要的 方平说着 又道 可在外遇 要是可以多上 接近八十位高品 湛王前辈 我们可以少死很多人的 无数的人 您是决天 而且年纪很大 知道的肯定比小子要多得多 我没有资格去质问谁 也不该去质问谁 我是真的有些无法理解 王站之地 真的无法割舍了 战王淡淡道 是心里不舒坦了 觉得你们部长才是最厉害的 最大功无私的 方平还没开口 张涛笑道 啊 战王前辈 过誉了 担不起 担不起啊 战王瞥了他一眼 鸭的 我是在说一问句 你听不懂语气啊 没管张涛 战王沉吟片刻 想了想还是道 有些事 你的确不懂 张涛有张涛的想法 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只能说大家的选择不一样 这话一出 十二位家主脸色都是变化了一阵 战王居然在和方平解释 一位数百年的决颠 坐镇玉海山数百年的人类先锋 有必要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解释什么吗 方平没这个资格 哪怕方平自己都有些意外 战王真是吃错药了 还真跟我解释几句 他都以为 这位直接不理会自己了 战王淡笑道 不用意外 你和你身边的几位 有点异常 我发现了 你们应该不是宗派时代的附身武者 没猜错的话 可能是古武时代的附身武者 或者古武时代末期 宗派时代前期 这个交错点时期的武者 其实从万元殿的炼制手段上来看 应该就是那个时期的人物 具体是谁不好说 可能和摩帝莫问剑一个时期的 摩帝莫问剑 想必你们在万元殿里面看到了一些 他应该活跃在秦汉时期 而秦汉时期便是古武时代的一个末端时间段 宗派时代 其实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了 汉唐时期 神话已经泯灭 那个时间点 古武者 应该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由此进入了宗派时代 莫问剑这个人 贯穿了两个时代 以后你们可能会多一些了解 他曾参与过一场密室之战 而这一战 我们的推测 便是王战之地那一战 暂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切 他自称自己 曾当过逃兵 那他可能就是这一战的幸存者 千年后 他又重新出山 集合了当代的所有强者 一手导演了宗派时代的赴敏 这个人 贯穿了两个时代 也见证了两个时代的赴敏 他才是真正的一部史诗 千年前的那一战 我知道你们想问 我会告诉你们的 暂且不说这些